我们现在在接下去要讲的部分都是普化讲过的东西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 各位不见得一定都记得在脑袋里面 那么现在最起码你们要记得清楚 是因为期中考的时候它就是考试的内容 好,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连贯一下我们刚刚讲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从量化到Sreading Equation 到电子轨运 电子轨运用Radio Function呢 算出来它的这个从原子核到外面的这个电子分布的几率 这个分布的几率衍生出两个现象 一个是Penetration Effect 一个是Shielding Effect 那Shielding Effect跟Penetration Effect是用来干什么呢 是解释一些游离能的现象 也用来算Slayter的Effecting Nuclear Charge Effecting Nuclear Charge Z-Star 是我们用来解释半径跟游离能的一个重要因素 OK,那我们讲了这么多以后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电子里面 在这个元素里面不同的原子 它的电子最高是到哪里 要移除的时候怎么样移除 它的电子阻态是什么样的电子阻态 它间接的时候是有几个P轨运的电子 可以去跟它间接 像这类的东西呢 先了解电子阻态才能够了解到它的这个化性是什么 那电子阻态在刚开始一上课的时候提过 周期表里面的氢原子元素的 氢的元素的话 是2S2P是同一个能阶的 同一个能阶 同样的能量的 同样的能量的这个鬼域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减并 减并呢它的英文名字呢 就是Degenerate 这个黑板上面写的Degenerate Orbital 什么叫做Degenerate Orbital呢 就是电子的轨域能接相同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Degenerate Orbital 在P轨域里面PXPYPZ三个呢 是Degenerate Orbital 在氢原子里面 2S跟它这三个RP呢 也都还是Degenerate Orbital 它的能量相同的就Degenerate 那Degenerate Orbital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电子在排列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是一个一个排到不同的鬼域里面去 我们不会在电 不会说像那个这个存钱筒一样 先把一个存钱筒存完了 存饱了 再存第二个存钱筒 这个存的时候是 4个存钱筒 通通都先放一下 然后再把它放满 好的 在这里面我们讲到的多电子原子 跟氢原子会有什么不同 在 刚才就写了 在黑板上的第四个问题 我特别把一些问题写在那里的原因是因为 当你一路听下来 你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我都听过 可是这是什么故事 将来要是用在哪里 你不知道 如果我问几个问题在桌上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问题是跟我现在讲的内容是相关的 我们等一会讲到一些原子半径 这些油力能这些东西 跟IsaElectronic的部分 它的油力能多寡 这些都跟我们电子主态有关系 好 那我们先讲电子主态 氢原子的部分已经讲过了 多电子原子部分的排列的方式呢 是用这个方式去填的 这个方式呢 是一个电子填入 这个不同轨域的时候的一个原则 这原则呢 用德文的offball principle来描述 offball是建筑的仪式 构组理论 那对于构组理论的这个叙述 如果各位写在上面的这种描述方法的话 那就是不够完整的 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为什么不完整 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为什么不完整 来 高威亚 为什么不完整 高威亚 有没有记得我在上一条课讲的时候 讲任何定义的时候 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描述什么 两个到三个是不同的区块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你讲任何事情 你先要讲什么 你要解释名词的时候 先要讲是它的对象 系统是什么 第二件事是什么 讲这个系统跟对象的什么东西 状态与条件 这里面的系统是什么 没讲 所以它系统是什么 构组理论 我们在讲谁 讲宇宙行星 地球 我们这一章是什么题目 好像在问你 到底是哪一国人 你还要想一想 这一章在讲原子结构 所以呢 我们在干什么 在建筑原子 什么样的原子 多电子原子 OK 我们要建筑多电子原子的时候 它的主词 依照其相对能界 是指什么意思 是指哪个对象 多电子原子的什么 电子轨域 要把多电子原子的所有电子填入它的电子轨域的时候 填的方式是依序由能界低的填至能界高的轨域 都是很简单的原则 都是很简单的原则 但你要解释清楚给别人不清楚的人 第一个先要讲清楚它的对象系统是什么 这系统是多电子原子 然后是原子轨域 OK 在填多电子原子的原子轨域时 其电子主态是依照能界低 填至能界高的这种方法 称之为构筑原理 那排列的这个轨域的方式呢 因为有这样的这个P轨域比S轨域高 这个SPD轨域低大于P大于S轨域 能界会有这样的不同 我们刚刚才讲过 为什么能界上S是最低的 高原你旁边那位同学回答一下 叫什么名字 唐建云 唐建云 为什么第一轨域里面的能界会高于P轨域 然后P轨域会高于S轨域 如果是同一个N框数的话 上一节刚刚讲的 遮蔽效应 遮蔽效应 可以说明这个事情吗 你说明一下 可以 遮蔽跟全头都可以 解释一下 各位不能够我问问题说为什么的时候 你丢给我一个名词 请你自己把这个名词做一番设想 然后告诉我答案 我是老师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要问的是你们知道不知道答案 所以不要丢名词给我 你给我一个完整的句子 各位也许在脸书上面 跟在这个手机上面习惯用那个一个名词丢过去或者一个笑脸符号丢出去 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笑脸符号的 好 高雅你们跟他讨论一下 告诉我答案 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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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在 帮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 s 跟p都会遮蔽低 OK 好 所以他们的 外层比较低 所以3D的那个 轨率做的遮蔽最多 它的能量是最高的 好 照这个排列 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这个 多电子原子的排列是不跟氢原子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各位也许在高中就学过的一种排列方式 esrp 就写下来以后用斜线的方式把它串起来 所以esrp 3s 3p以后就是4s 然后再3d 4p 5s 然后再4d 按照这个顺序这样往下排 这是我们电子主态排列的方式 OK 那以下会介绍一些名词都是跟构筑原理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填电子是从最低能量填上去没有错 可是除了这个主要的原则以外 还有一些次要原则 就是同样是在3p里面你要怎么填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牵涉到另外两个原则 一个叫做Hans-Ru 一个叫做Poly Exclusion Principle OK Hans-Ru 是什么东西 Poly Exclusion Principle 是什么东西 你苦话的时候都学过 现在这样一讲一定还不是很记得 那大家把它记一下名词解释 Hans-Ru 在同能量的各轨域上面 所以它的对象跟系统是什么 是原子的电子轨域 电子是会优先填入空轨域中 而不是填入已有电子半半轨域 这种文字是代表什么意思 图像里面呢 这个P股都是空的 你要填电子的时候 你这些电子可以先把它 这两个并在一起 可是填的原则 根据Hans-Ru不是这样 它是你只要有空位 我就先填 OK 有点像是各位在公共汽车上面 要在找座位的时候 你不太容易说旁边已经有人 你要坐一个旁边有人的位置 如果两个位置都是空的 你就会坐到那个空轨域 空的那个位置里面去 除非你有其他的这个意图 如果说有一个 你心仪的人士坐在那里 大概会制造一下机会坐到他旁边 那是因为你们有特别强的吸引力的缘故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都是指同性的 会相伺 电子都是同样带负电荷 好 所以Hans-Ru告诉我们说 在电子轨域里面 2P3的排列方式实际上是 3个PXPYPZ轨域各自是不同的 都把它填进去 然后再开始填入这个轨域 那在填入这个轨域的时候 P4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特别的现象 叫做 电子与电子的排斥 电子与电子的排斥 在课本上面呢 用 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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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仁排斥力 去描述它 好 那这下去另外一个名词是 Poly不相容原理 Poly Exclusion Principle 是说 文字上面很难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但我们先看一下它是说什么 在填电子的时候 任何一个原子的轨域 最多是可以填两个电子 所以呢 电子轨域里面呢 在填的方法是这样 每一个格子都是 每一个S轨域或者P轨域 PXPYPZ 都只能填两个电子 然后就必须跳到另外一个电子 这是另外一个原子 同一个原子 任何两个电子 不可能有相同四个量子数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 我不能同时在这个额里面 变成这个 同样是见头向上的 因为Quantum Number N 2 P呢 是L等于1的 然后 2PX LM等于 正1的话 然后你MS又是相同 我现在在讲什么 我在讲一个电子 它的排列的Quantum Number 好 这就像是各位的email address一样 这个电子它本身也有address 它的address就是我住在哪一项 哪一号 我住在N层的 轨域里面的P轨域里面的PX轨域 然后我的字圈是往上的 这种描述是描述电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 每个电子都可以被这四个Quantum Number 描述 但是 不会有一个电子它们柱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不会说有一个人同时住在你的家里面 在你的房间里 然后跟你姓名完全一样 是这样的意思 最后一个是 统一轨域两个电子必须有相反的自旋方向 这是起因于你的相同量子数 不可能会相同 所以你前面如果三个相同 自旋数必须要不同 这是Poly Exclusion Principle 是排斥理论 就是指说 你不可能有在 你不可能有在 同一个Quantum Number N L ML的部分下面 然后你的MS还会是一模一样 这是排斥掉这个可能 Poly Exclusion Principle 那根据这几个原则 我们就排列出来的这个电子主态 各位可以看一下各个课本的31页 有列出来周期表上面 从轻到 轻到 Xeno 点以后 第54号原子 OK 那在这里面的排列方式 一般都是用我们现在 黑板上所用的 Op Principle的这个方式去填 但是呢 会有一些例外 例外在哪里呢 例外是在周期表上面的 过渡元素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各个课本的34页 就会在那个低轨域半填满跟全填满之前出现问题 OK 比较出名的一个例子呢 是Chroming跟Magnus Magnus已经是D5的部分了 可是Chroming呢 D4的部分它先变成D5 然后4S的那个轨域的电子呢 放到D轨域里面 表示出说它是先填D的 那这样子的这个 变化稍微有点复杂 以前的解释是什么 以前的解释是半填满轨域 跟全填满轨域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呢 你可以 所以需要先填入半填满轨域 现在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解释 用轨域的能量 或者是用这个 电子的这个 排斥力和电子的交换能量来解释 那 这个部分因为有一些图形是必须 精确的画的 所以呢 我们就转成POWERPOINT 来给各位做介绍 我们稍微往前面一点 给各位做 顺便做一点复习 很快的走过去 任何一个电子 它用四个QUANTUMNUMBER 来解释它的地址是在哪里 然后这四个QUANTUMNUMBER呢 各自代表的意思是 都是从Shring equation解放成是变数解出来的 N 代表它的主要能量的差异 S跟P跟D呢 它的差异是S最低 原因 这笔效应 是因为它的trental效应 使得它离核电荷最近 所以它的能量是最低的 然后 QUANTUMNUMBER ML 是代表了X方向Y方向Z方向 那么还有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方向 这些不同的方向呢 可称之为direction 或者是orientation 然后电子在这里面的时候 每一个轨域都可以填两个电子 然后这两个电子的spin呢 必须是pair在一起的 讲到pair呢 我特别记得我在改考卷的时候 各位同学 在回答什么是pyramagnetic 跟什么是diamagnetic的时候呢 不太能够很精确的回答 在这里面如果说有一个同一轨率 因为这两个轨率是degenerate的减病轨率 那么 假定这边是一个pi star的轨率 那么这个degenerate orbital呢 它的两个电子的自旋数是不一样的 那这两个电子自旋数 抱歉 两个自旋的方向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spin是相同的 这个时候它是paramagnetic还是diamagnetic 有些同学脑子里面只想到说 偶数还是基数 基数的话当然一定就是paramagnetic 因为单独一个电子 一定会显露出它的磁性来 可是两个电子的时候 它不见了一定要pair在一起 它们如果说是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它是pair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是diamagnetic 这是逆磁 也就是说它跟磁场无关 就放上去会排斥磁场 顺磁的话 这个电子会感受到 它自旋的那个量 会感受到外在的磁场 那这个是会感受到磁场 这个也会感受到磁场 所以它们两个 虽然是两个电子 合起来它还是一个paramagnetic 的性质 这是我顺便提一下 这两个名词 有些同学可能就搞不太清楚 接上去我们讲到的是 quantum number ml 那是代表它的shape 也就是 ml等于0的时候是s轨域 ml等于1的时候 l等于1的时候 l等于1的时候 p轨域 l等于2的时候 d轨域 ml是代表它的不同的方向 然后这个地方是介绍 radio function 它的这个 radio function 主要各位看到是 红色这条线的部分 4π平方 5平方 是它的电子轨域 所存在的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画出来的时候 我们如果只画radio function 的时候就能够清楚地看得出来 距离核中心一直往外伸的时候 这个电子轨域它的分布 probability 形状是什么 OK 这是2s轨域 这文字是3s轨域 3p轨域 3d轨域 那2s轨域的radio wave function 如果把它弄成平方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3平方的豁然率 它的分布的情形是 s轨域在2s的时候 它有个penetration 2p的时候没有 可是到3p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 3s的时候 就会有两个penetration的 这个lump在里头 所以s跟p它的遮蔽效应 就比较高 这就是为什么 在Slayter rule的时候 它是能够完全的遮蔽 低轨域 而低轨域在算的时候 只要是以下的东西 通通都是被遮蔽 它的系数是1 但是s跟p之间 自己有遮蔽的时候 是比较不太容易遮蔽 内部自己遮蔽的是0.35 然后 下层的遮蔽的是0.85 一直到格道 再下n-2s的时候 才能够完全遮蔽它 好 那课本上有一些部分 介绍的截面的部分 因为我认为 在量化的部分 各位已经学过了 这里面牵涉到说 根据quantum number 的si 然后解出来以后 它的这个 什么时候 它的这个phi si function会有0呢 它就是它 产生有截面的地方 那这些截面的部分 在课本上面 也都有提到 那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跟普化 跟量化的部分 重叠 所以我就不介绍 因为基本上 它是必须要有这些观念 才能导出它的形状 长什么样 各位对于这个形状 已经知之甚强了 现在只是说 你如何用数学方程式 去算出来说 这个 这个比较是x z的话 就是y y等于0 这个平面就是y等于0 的一个截面 那这是要加强各位 刚才看到的 这个radio function 这个现象 然后在真正的图形里面 外观看得到 是一个大球 里面其实是洋葱圈 每个白色的部分 我们称之为截面 Nodal function Nodal plane Plane 这是Nodal sphere 不是一个平面 刚刚那个低轨 就是一个平面 好的 这个地方 可以更切开来看一下 对照一下 刚刚各位记得的图 各位要记得的是 这个事情 3s有很多的penetration 外表上看起来 它就是一个洋葱圈 它在横切面 画出来的图形 就是这样三层洋葱圈 这外层最肥厚 然后这里面的东西 靠近 核中心 OK ES 2s 3s各有不同的 形状 每个3s 是比较复杂 比较有多的penetration 在里头 ES是最靠近的 这里面介绍的 截面 跟截 Nodal sphere 的这个形状 这些都是根据 它的function 去把它算出来了 side function 等于0的地方 可以算出来 Nodal plane 这是课本上给的例子 就是说 给你的y side function 给你的 院子轨率的function 以后 你是不是能够算出来 sphere node 是多少 只要把它挥为0 就是把这个 y等于0的表面 截这方面 是什么时候 会变成 x跟y 哪一个条件 在这里是x等于y 跟x等于-y 会变成截面 算出来 我说过 这个部分是因为 跟量化相同 所以 列续不讲 因为各位在 上学期刚刚学过 接下去 我们要讲的 就是电子排列的时候 在outbound principle 里面 它每一个电子排列的形状 我们讲的hunts rule 就是 在degener orbital里面 它的电子 会 怎么样 按照一定的排列 所以它是每一个spin 都要相同 而且不存在同一个 诡域里面 有没有人还记得hunts rule 是什么 exclusion principle 是什么 这里面是degener orbital 能够分开排的 这个方面 叫做hunts rule 好 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电子 是s等于二分之一 这一样加起来 是s等于1 这一样 s等于1 又二分之一 这个的话 是正数相消 所以这个是为0 这边是s等于二分之一 加二分之一 这边是s等于1 这是spin stage 1的计算 multiplicity 是3 就是2n加1 multiplicity 是这个电子里面 一上一下 总共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性 这个 就是 2s加1的公式的来源 这是在量化里面提到multiplicity的定义 好 那我们在讲到 all core principle 的时候先讲到 这些电子主态 一路填下来的原则 就是 先填空的轨域 然后呢 不得已的时候再填到一起 然后一路把它填满以后呢 每一个轨域只能填两个电子 OK 然后在填这些电子的时候呢 有一些考量就是 cooler expulsion 就是 cooler排斥力 也就是电子跟电子的排斥 跟exchange energy exchange energy 就是稳定它轨域的能量 cooler repulsion 是排斥的 那各位比较熟悉的 就是cooler排斥力 以这三个不同的电子主态来看 它们都有orbital 它们的orbital都是degenerate 能量都像一样高的 那在这个地方的排列方式呢 是一个 两者会互相排列 它们会有 两者的spin是不一样的 它们有的是什么 电子 靠在同一个轨域里面 所以虽然spin不从它们相吸在一起 但是因为靠得很近 它们有排斥力 这两个的话电子就 比较远了 它是在不同的轨域里面 排斥力就很低 但是它们的spin 还是配在一起的 spin是coupled 这个是两个spin 是independent的 那这些的能量呢 第一种是含有酷仑的排斥力 第二种呢 是这样spin都相同的 情形下面 你可以互换 然后会得到 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电子主态 这个表示什么呢 这很像各位学到的 那个拍轨域里面的delocalization 任何一个状态 如果有reson form 或者是它能够delocalize 它的能量就会像降低 原因是因为它的multiple states 比较高的 什么叫multiple state呢 就是各位学到热力学里面的entropy 热力学好像没学 普化里面的 起码普化学过entropy entropy是什么 就是probability 可能的microstate 可能的state越多 能量就越低 所以我们宇宙是永远往 乱渡最大的地方走的 所以我们是找到 最大可能的地方走 这跟各位千乐透是一样的道理 一定会找那个最可能的名牌去买 集中它那个 这个重奖率 所以这个exchange的这个状态 会使得这个排列的energy 会比前面的一个pair在一起的 energy的能量 还要再降低一点 那这种理由呢 我们称之为是一个exchange energy exchange energy ok 那在不同的三个主态里面 你可以现在可以分别出来 它们的能量的差异了 同样是两个电子 要填在p轨域里面 像这个轨域 这个方式 spin完全一样 完全不一样 spin完全相同 又分别在不同轨域的 这种排列方式是能量最低的 那这合乎什么乳 高尤雅现在你应该知道了 对不对 这合乎什么乳 我们刚才讲过了 Hunt rule 什么叫Hunt rule 喊德定律 你直接给我打喊德定律 我就给你打XX 完全没有解释 什么叫喊德定律 那其他同学 帮我一下 所以周围的全部同学 告诉他 喊德定律 是什么 Hunt rule 是什么 说 又忘了讲对象跟系统 又忘了讲对象跟系统 能接向容者 其前入的电子 会占据在不同的轨域里 当然是对 我叫你讲的东西就是这个 对象跟条件是什么 好 所以 这是最稳定的 这个 电子主态 用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判断 哪样的这个 Electron Configuration 是比较稳定 这个例子呢 就请各位同学自己去看一下 在不同的状态下面 在氧的例子里 为什么它的质品是要 un-pair在一起 所以氧是一个 Paramagnetic Substance 是顺持的一个物质 好 大致来讲的话 我们按照周期表的方式 排列 排列出来以后 顺序不同的这个 电子一路排下去 造成我们周期表 而在同一个周期呢 它的电子主态是相似的 也就是它的架电子处是相同的 排列的电子方式也是相同的 那这就形成了 我们的周期表 在这边我们填入的这个 3D轨域的这10个电子呢 会造成了Transition Metal 的这个发生 前面这个ES2S的部分是 剪金属跟剪土金属 后面这些是组组元素 主要是3P组 只要牵涉到D轨域的 都是Transition Metal OK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 比较关注的问题是 这些东西的电子主态是什么 那么 ES2S跟1-3P 4P这些东西 只要不是参与的D的部分呢 都很好填 都是用 那个Outbar Principle的那条方式去填 3D这个部分呢 只要在半田买的部分 和全田买的是钱的部分 都会有例外 OK 那这些例外是为什么发生呢 根据我们Outbar Principle 是很简单的 可以定出来它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呢 跟氢原子不同 各位也知道 那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Shielding Shielding的部分呢 我们在 已经讲过了 这个 氢原子的能阶 它的能阶的能量 是跟Z有关系 但是这个Z呢 实际上是以有效核电荷为主 这有效核电荷的算法 刚刚上次已经讲过了 是用Slayter Rule 去算一下那个S的Shielding Constant OK 那么 Shielding方式 在这个氢原子的时候 我们都是算Z 都是算E 可是在多电子原子的时候 这个Z呢 就未必是 OK 那因为它的 抱歉 因为它的这个S Shielding呢 是有发生的 在氢原子里面 没有任何其他的电子 可以帮它遮蔽 在多电子原子 就有遮蔽的现象 所以它算出来的这个 Z star是不一样的 这是刚才我们讲过的 Slayter Rule 这里面的原则 重点就是在 如果是SP的时候 是0.35 0.85 跟1.0 的这三个系数 记得这个例外 只要是ES的话 是算 只要我问多电子原子 很少是碰到它的 除非我是问 所以这一种 轻害力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情形 要考虑到ES的0.3 然后 D轨率跟F轨率的话 就只有两种可以考虑了 0.35 自己遮自己 还有1.0 就是其他人在它前面的遮 都是非常有效的遮蔽 好 我们在这里算了 仰的部分 可以看得到 我很快地走一遍 这边分类的方法 都是SP 所以这边只有0.35 跟0.85 跟1.0 因为这边N-2几乎不存在 所以只有0.35 跟0.85 的 这个部分 互相遮蔽的部分 是0.35 的部分 前面的这个 底层 N-1层 就是0.85 的系数 乘以2 算出来的是 Z star 等于4.5 然后Niko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 就是 算出来的时候 这个 3D的轨率 跟4D的轨率 来讲的话 4D的 这个有效核电荷 是比较低的 OK 然后 然后 所以这路为什么会有 这个0.35 0.85 跟1.0的效果呢 因为NUS 跟NMP 它有0. 它会 它会有这些 这个 穿透效应的 这个部分 因为它有穿透效应的部分 然后对于这个 3D来讲的话 它就可以把它全部遮蔽 因为它的电子 都是比较靠近内 所以3D的 电子的角度来看 我往原子核里头看 我会看到了 我前面有一堆电子 挡在那里 是S跟P轨域的 OK 那S跟P轨域的时候 它就觉得说 P轨域说 S你虽然可以挡我 可是我还是可以 穿透过去一点点 OK 所以S跟P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这算同一组 它们遮蔽只有0.35 很简易成 SP呢 是可以完全遮蔽的 好 那在这个 过渡金属里面呢 会有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Croaming呢 它的4S 先不填 它是填到这个3D的部分 Copper的话呢 也是先填到这个D轨域的部分 这是全满 半满跟全满的时候 半满跟全满的时候 它们都会有这些这个例外的现象 也就是说 本来应该先填在S轨域的 它们就填在D轨域 那这几个例外呢 可以看得到 就在half field Fulfilled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些这些例外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就是3D跟4S能量很靠近 不见得相同 什么都不同 每个原子不太一样 那大致来讲的话 有一种现象就是 half field的时候 会有这个现象 它会很稳定 然后你只要往前往后的呢 都会掉到这个不稳定 可是在这个 Croming Molipotent的部分呢 很奇怪的是 Tonstant跟这个 Tonstant下面呢 就没有这个反过来的现象 主要的原因是 有效核定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它这个D轨域跟S轨域的大小 会有不同 每个原子会不一样 那D轨域比较高的时候呢 它就会比较有效的遮蔽 然后填的时候呢 能量是减入S的比较多 好 这个解释的方法呢 是用有效核电荷来解释的 那这个 课本上这个图是什么图呢 以前有些同学 读这个课本这个部分的时候 觉得说 嗯 这个图很奇怪 那为什么它会有这张图 这个图是跟Stator一样 是用来解释现象用的 而不是说先发现了这个图以后 才知道电子阻态是什么样子 是知道电子阻态以后再想说 诶 电子阻态为什么会跳来跳去呢 那就表示说 3D跟4S的能量是跳来跳去的 诶 他就有想说 哦 3D在这个地方 3D比4S高 4S要先填 诶 这是没错的 结果呢 3D的走向跟4S的走向是不一样的 OK 因为4S是有比较 Penetration的Effect 所以它的能量呢 它是都比较靠近核 它是比较稳定的 可是3D的遮蔽效应很强 它会越后面越有遮蔽效应 它这个能量降低得很快 所以它们这个情形呢 是3D的轨域的这两条线 和4D轨域的这两条线 代表它们的能量是交错的 那3D这个上下的能量 代表了spin正跟spin的负 还有这两个正负 之间的差异呢 是同一个轨域里面 两个电子spin不同的能量的差异 所以它差别只差ms2分之1的这个能量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这个πC 也就是πC 来代表它们之间的差异 注意到它这个地方的图要怎么样看呢 重点在这个交汇的这个地方 这个点和这边的这个点 这边这个点呢 是什么时候呢 是3D轨域降下来 比4S轨域还要再低的时候 这是发生在Cruming的状态 我们刚刚讲过 Cruming是一个例外 它的S轨域的电子 会填在D轨域里面 根据这个事实 它画了这张图 说它要比它低 所以它交点在这里 然后在填满了电子轨域的之前 这个地方是Nickel这个部分呢 是在过去了以后到Cupor 它就会已经比那个4S还要再低 所以在这两个情形下 都是3D都会比4S来的低 所以呢它这边填电子的时候 一个电子两个电子三个低电子 本来要填到4个低电子的时候呢 这个啪啪掉下来 S轨域的电子也就掉下来 变成D轨域里面 所以这张图是一个人为的图 去教你怎么记这个电子轨域 它的能阶上的差异 然后去解释我们周期表上面 那个电子主态的不同 那这样子的这个电子轨域的能量呢 把3D的电子如果把它 这些元素都变成了离子 也就是拿掉电子的话 拿掉电子的时候 有效核电荷怎么样 更增加了 因为你的电子数减少了 有效核电荷就显露出来了 所以它的能量呢 就会降低 OK 什么能量降低呢 3D 3D的能量被拿掉电子以后 3D能量会更有效的感受到核电荷 那么它就会更降低 那如果是正二价 它可见的话 就会比这个还要更低下去 OK 这个D轨域以外 F轨域也可以画出类似的东西 可以算出F514或者F7 那个时候的电子主态的差异 不过我们不是研究这个东西的专门 所以只求各位了解 它的例外在哪里 例外在Halfield Orbital 跟Fulfield Orbital 半满全满轨域 那解释这个既得的方法呢 是说它的D轨域是比S轨域来的少 怎么样系统的既得 它们这一系列的东西变化呢 用这个图就可以解释 这个图的话 是焦点在Vanelium跟Chromium之间 而使得Chromium降下来了 那这个是半满 OK 那这个是全满 全满 之前这个要比3D要比4S来的低 OK 这样的焦 焦或作用 那你可以看到它们每一个电子 4S的电子在这里 这边是有一个3D的电子 也在这里 这有两个3D的电子 三个3D的电子 正在这边4D电子的时候 4S已经掉下来变成它的 那这边因为比较低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已经填满 不对 一个五 一个五个 一个 9-10-3D 为什么不直接再填到D5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它有电子排斥的这个缘故 好 那这个图是用来解释电子阻态 能界跟3D跟4D之间的差异的 所以读起来的时候 这是一个说明跟解释的mechanism 一个proposal 解释说应该是这样的行情 所以我可以解释电子阻碳 那这个是全满 那个 改变 改变 那个 3D到4S的能量3D开始下降了 这个分类点 那使得它这个半天满之前的这个轨域 使得chroming变成了 这个低轨域变成了五个电子 那这个是离子的部分 它会更下降 那我要稍微说明一下 在电子阻碳里面 各位都会讲说4S会先填 所以当transition metal 我们以后讲到过度金属元素的时候呢 我们会问你说有几个低电子 去算这个电子阻碳 去算它的这个间接电子处 注意到一点很大的不同 我们在算过度金属的电子阻碳的时候 你是把4S3D都考虑进去上一路牌 就像各位记得的 可是当我们讲到过度金属 它的间接电子是多少 过度金属有几个电子可以做反应的时候 我们是把4S轨域都放进D的 所以甲钙坑坑坑坑坑坑是S2D1 我们说有几个D电子呢 我们会说是D3的电子 因为我们在考虑到化性的时候 都是不是用元素去做 大部分都是离子去做 离子的话大概都已经到了这个能阶 再往下移的地步 所以3D是很低的 所以电子大概都是从那边离走的 像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它这个地方是D的 在那边是S的轨域 但是一旦拿掉了这一个 第一个先把D轨域拿掉 拿掉了以后 它整个下降下来的时候 这个电子就会掉进D轨域里面去了 所以你怎么样拿 都还是拿掉D轨域的电子 虽然它原来是在4S的 所以方便起见 过度金属的主态的DN Configuration 是以4S加D总电子数 作为它的电子数 作为间接电子的数字 所以简单讲 譬如说我如果问你说 Manganese 它有几个D电子 甲钙坑钛凡格蒙 第七个S轨域的也算进去 所以它是D7电子 这个意思并不表示说 它电子主态里面真的有七个电子 而是代表在我们做计算的时候 在化学计算里面 这七个电子都会直接 都会最后掉进D轨域参与反应 所以这点稍微有点混淆 但是这跟电子主态不一样 跟电子主态不一样 我们稍微再提 给各位提一下 还有三分钟 所以我们先在这里打住 下面要介绍的东西就是游离能 这个各位回去做一下Slayter的路 那我们在礼拜五把它介绍完毕以后 我看 礼拜五介绍完毕以后 下一个礼拜一就是我们期中考 范畴就是这个部分 那内容我们也讲过了 重点是在这些问题 是其中这些问题 所以有上个人都知道 这些题目里面我一定会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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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